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马克龙的比率达69% 其中37%对马克龙很不支持 Ipsos在12日发表的声明中认为 整个夏季的法国政治趋势对马克龙很不利 马克龙前保镖打人事件发酵 法国国内经济数据不佳 明星 部长余洛突然辞职等事件冲击了民众对马克龙的印象 《观点报》的文章也对马克龙的执政前景表达了忧虑 同时 法国总理菲利普的支持率也继续下滑至26% 不支持率达63% 分析认为 虽然菲利普在马克龙前保镖打人事件等问题的处理上得到不少民众认可 但并无助于提升它的整体形象 民调同时还显示 法国主要政治派别领导人的支持率似乎未受到马克龙支持率下滑的影响 显示大多数民众还处于观望的状态 法国极右翼的国民战线领导人马琳娜 乐庞的支持率为24% 极左翼的不拘法国领导人梅朗雄的支持率为30% 马克龙最近面临一系列国内外问题的挑战 最为棘手和迫切的问题 这一是 如何再提振法国经济 和同时削减财政赤字 法国财政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法国2019年的财政赤字率将达2.8% 高于政府之前设定的2.3% 的目标 同时 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速 预计将只有1.7% 完 好 感谢欢迎您的urities 还会oup delivery 哦 不用肠查理计を用意 sometimes 没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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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